这是一场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UFC草量级冠军争夺战 由中国综合格斗名将张伟利 对阵未免冠军安德拉德 比赛之前 安德拉德的眼神整得挺胸 但比赛是看时的拳头更硬 比赛开始后 张伟利马上进入状态 双方精彩对攻 张伟利连续组合拳 打得安德拉德一愣一愣的 张伟利觉得效果不错 紧接着又是一波组合拳 然后一个顶膝 再来伊顿肘击 紧接着按住安德拉德脖子 伊顿吸击与肘击 一番吸肘组合后 安德拉德明显不堪重负想跑 张伟利乘胜追击 张伟利 伊顿舞台上进入了地面大冲 宣众院 赵迪三冲 中国人终于成为了USC的冠军 张伟利抵回国 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太可怕了 我们再次见证了张伟丽 搭下USC曹亮局 逆子冠军的时刻 太棒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张伟丽 站在我们的面前 身比五胸红旗 站在了八角铁楼内 这一刻中国人等了十几年 这一刻我们终于见证了